中国花13亿为秘鲁建港口 结果竣工后被秘鲁起诉 不料中国举动让人意想不到 中华振兴 科普启航 观众朋友们 欢迎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点击订阅 持续感受每期节目的新鲜与启迪 许多人认为 作为一个世界强国 中国在世界上没有作为一个大国的自尊 经常被一些小国的行为所困扰 2021年 中原海运获得秘鲁前凯港独家经营权 中原海运投资13亿美元建设的 秘鲁前凯港项目一期工程 将于2024年11月竣工 然而 就在竣工不到4个月后 中国被秘鲁港务局起诉 要拿走中原海运的独家经营权 明显忘恩负义 明明是中国一手帮他们出来的 为什么突然又要翻脸了 我们如何处理这件事 前凯港项目于2011年开工建设 2019年 中原航运收购项目60%的股权 2021年获得项目专营权 投资13亿美元开工中资企业联合体建设项目一期 秘鲁港务局起诉消息传出后 中原海运首次表示 这将影响投资安全和秘鲁法律的稳定 企业将评估起诉对项目的影响 言下之意 你的秘鲁港务局不把我们的投资和你的法律当回事 看你接下来怎么做 再这么搞下去 项目说不定都要凉了 而且我们该要的利益照样要取 随后 秘鲁国家工业协会发表声明 认为起诉将使投资者承担法律纠纷 对吸引投资和秘鲁的国家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不利于秘鲁经济复苏 似乎仍然有聪明人 秘鲁国家工业协会怎么能不着急呢 这简直是为了赶走送货上门的财富 这样 他们能指望中国在未来继续投资吗 为什么秘鲁港务局不得不起诉 迫使中远航运公司取得独家经营权 这必须从前凯港未来的影响开始 俗话说天下兮兮 皆为力往 庙堂盈盈 皆为力来 为什么中国要拿下前凯港的经营权 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很棒 秘鲁自然也不例外 随着中国与南美列国贸易往来的不断推进 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量逐年增加 去年 我国与南美洲的贸易总额达到17236.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 要知道 南美越来越多的国家 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热门市场 尤其是东南亚 欧洲 美国等老市场逐渐疲软的时候 南美 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活力越来越发达 因此 积极与这些新兴市场进行贸易合作 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亮点 秘鲁是南美洲的一大块头 人口超过3000万 位置无话可说 自然资源 矿产和森林也非常丰富 此前 我们与秘鲁的贸易关系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甚至成为南美洲第四大贸易伙伴 就在2023年 中国和秘鲁的双边贸易额 实际上达到了376.91亿美元 但问题是 随着贸易量的增加 秘鲁的原港口无法满足海运要求 在此之前 秘鲁缺乏深水两港 最大的卡亚俄港一年只能吞吐500万吨货物 设施陈旧 船舶拥堵 不足以支撑中国的贸易要求 前凯港位于秘鲁首都立马80公里外 自然条件良好 但秘鲁无法建设现代深水港口 中国愿意投资建设 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动作 根据协议 中远航运至少要投资13亿美元 控制60%的股权 这个规划巨大的港口项目 预计每年将处理高达150万个标准箱 和600万吨的货物 从项目启动到整个项目 一直在有序推进 预计到今年年底 一期工程将全部完成 届时 每年的交通流量可能会超过数百万标准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前凯港将成为中国在南美管理和运营的第一个港口 这不仅是南亚面向太平洋的主要港口 也是中国和秘鲁之间友好合作和贸易交流的金字招牌 关键是 随着前凯港的不断建设和发展 大量的资金 专业人员和材料将继续流入秘鲁 为当地创造1500个直接就业机会和7500个间接就业机会 每个人都能理解这种对整个南美洲都有好处的事情 所以秘鲁很多人对这样的项目充满期待 此外 自从中国企业开始在前凯港建设以来 他们一直致力于帮助当地人民 免费为秘鲁培养一批港口建设人才 并为当地高校、社区、困难群体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支持 各种公益活动不断 赢得了秘鲁人民的赞誉 秘鲁人期待着港口建成的那一天 跟随远航船到中国上海 这将是一条繁荣的航线 所以 在秘鲁的民间 对中国是充满善意的 新建的前凯港 未来很可能成为南美洲最大的深水港口 这不仅可以方便我们的远洋贸易船舶进行转运补充 还可以大大降低货运出航时间 从我们这里考虑到 直达南美洲的货船出航时间 可以缩短10天左右 如果没有秘鲁政府现在制造的麻烦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快 贸易更繁荣 还可以给我们的友好关系带来新的动力 既然秘鲁自上而下都欢迎中国的投资 为什么要起诉 显然 看到中国建设的港口即将竣工 有些人想摘桃子 从中国拿走经营权 难道不能赚很多钱吗 秘鲁港务局在起诉后还表示 这种行为并不影响中国的正常建设 这意味着你可以继续努力工作 但是你想要什么管理权 没门 只能干活 不能收益 简直把中国当傻子 但是如果你拉长时间轴 你会发现它背后似乎有一些说不出的问题 早在中国决定建造前凯港时 美国就发声并对中国的行动表示担忧 2023年10月 金融时报报道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前官员认为 中国正在控制秘鲁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 金融时报还表示 秘鲁没有充分分析对国家的利益和威胁 中国建设的深水港口将更容易为中国海军提供便利 并怀疑中国从一开始就使用前凯港作为军事目的 还是一样的配方 还是一样的味道 对此 秘鲁迅速回应 称中国100%的投资用于商业 前凯港将大大提高秘鲁的港口能力和中国的贸易竞争力 当时秘鲁政府的态度是 中国的基础设施企业为秘鲁的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4年3月 秘鲁港务局起诉后 秘鲁政局急转直下 女总统伯罗阿特出席活动时带着劳力示表 结果 2024年3月29日 秘鲁检察院与警方联合执法 撬开总统家的大门 搜查了伯罗阿特的住所 因为他怀疑自己拥有非法资产 随后 2024年4月1日 秘鲁六位部长集体辞职 部分政党议员要求伯罗阿特下台 感觉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假设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偶然相遇的 那就没话说了 可能吧 前凯港的建成无疑会给美国带来压力 中国的货船将大大减少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次数 这不仅会让美国赚更少的钱 还会失去控制中国航道的机会 中国将在南美畅通无阻 与此同时 中国对南美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 如果大多数南美人民开始安居乐业 努力寻找出路 美国的后花园将在哪里存在 在南美掀起一些风暴对美国来说并不难 它扰乱了几个国家的政局 然后从中获利 他们熟悉这一套 一般来说 一旦秘鲁这样做是为了面前的小利润 那么秘鲁就把自己隔离到了世界经济周期之外 而如今这个港口一旦建成 就势必会增加中国对于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力 毕竟这两年巴西和中国已经走得很近了 因此美国才从中作梗 想要把这件事情给搅黄 当然了 这只是一些人的猜测 这件事情最终会走向何处 还是要等结果出来之后 才能够下定论 因为在国际环境下 诚信和合同精神是真正有效的标准 只有尊重这些规则 才能保证合作共赢 特别是若国没有任性的资本 然而 毕鲁解释说 没有其他意图 中国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建设港口 然而 这件事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确定和解决 我希望双方能妥善处理这一矛盾 不要因为小权益而伤害和谐 毕竟 双方的合作对任何人的经济发展 都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希望在共同努力下 尽快解决矛盾 使前凯港项目尽快取得辉煌成果 为南美经济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提高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留言分享 喜欢请点赞转发 共同见证中国进步 请关注频道 回顾往期 不错过后续精彩 下期再见